猫在家里就想吃点好做又好吃的 才能用它煮出好吃的面条 掀起锅盖 把面条轻轻调散 加入熬制的高碳包和调理包 进到爽口的面条 搭配暖暖鲜浓的高汤 记得要过下筛 口感会更细腻 和冰凉的奶油在嘴里一下爆 粥很烫 吹凉了再吃 就少下一点大米 希望吃浓的 调料也很简单 今天是不论有没有男朋友 都要学的毛学王 最近天气变得好热 锅里加入葱姜蒜豆瓣酱 毕竟这也算花的一种 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 你们身边有特别爱吃土豆的人吗 煎至焦黄 加入葱姜 还有屏幕上要调的它原本的鲜甜 还有Q糖 第一片杂肉煎至定型 表面要煎出焦黄感 美而得反